好 來看到星光人獸拋售敦南大樓 而出手競標包含了國泰集團 寶風龍等四組人馬 可以說是吸睛力百分百 生品很有名啊 就是那滋味的 所以就想說來看看 對對對 去東京 從東京來的 所以今天來這邊買書 買書 觀光客來到台北必到之處 少不了敦南全品 其中又以陸客最愛 就算不消費也要在外頭排排走 光是書店年移業額近百億 東南大樓帶來無限商機 現在星光元獸要將37%的所有權 標售出去 而且金標價高達90億元 創下新高 一樓二樓還有上頭的12樓 再加上底下兩層樓 算一算底價超過86億 這一回由原本的主人翁 國泰集團 寶風龍 還有私募地產基金等四組人馬 分頭搶標 拿到之後拆掉重蓋的話 這個價值是沒辦法去估算 目前是估算不出來 最喜歡它的地點是非常好 中南這個東西是 訂的價錢是有稍微高一點 但是我覺得就它地塊來講的話 在地塊已經那麼大的地塊 一千多坪的地塊 在那邊是地段這麼好 是不容易再找 結果出爐就如外界所猜測 國泰集團蔡震宇以寶風龍名義 以總價88億拿回自家批給儲 不管是地段環境跟看的可及性 因為靠近中校東路 而且又幾乎是離那個中校的商圈不遠 另外的就是說 因為這個地塊是過去是有點固的 當然是跟我們國泰集團的蔡震 有一點點固因緣 敦南大樓西京立牆附近一帶 靠著觀光台拉台升價的還有SOGO和微風 樓面單價都在900萬以上 但像敦南這樣競標開出天價還是頭一遭 專家分析未來將會成為商用不動產 敦南大樓西京立牆附近 我們在阿里海邊報道